康熙 乾隆 雍正 三朝都有渡讨官 有那个狼咬了 狼咬 狼咬就是康熙时代的渡讨官 郎天杰 他这个身份是江西的巡护 官是很大的 但是他没有直接到景德镇来渡讨 他是委派人家来渡讨的 后来就要唐英来歇礼 唐英当年在景德镇渡讨的时候 他前后二十多年时间了 管医药厂的 这是历史上是有名有姓的 在他手里做了六十万件瓷器 他到景德镇来做独陶官的时候 是五品县 官的身份是比较大的 回来现在都是七品 你这个约厂的还是五品 还管这个比县长还大了 相当于现在的央企董事长 那种感觉 他从一点都不懂陶瓷的一个官员 他就在这里和陶公文 同辞同住三年 开始是陶公文 复佑他 指使他 后来他三年的这种 同事同住以后 他就可以指使忽悠这些陶公了 那也是放下身段 一个公里的 对 完了以后他自己很专业 还写了一个东西 叫陶神祭司碑记 这个碑记里面就是 把它整个在这个渡陶期间的 他所创造的 烧制的 五十七种不一样的瓷器 完整地记录下来 就是这五十七种都有创新的 都有创新 都是过去没有过的 是 也有前农皇帝 下文订单做不出来的 肯定有 这个也有 应该是肯定有的 你像刚才我们看到 那个摇辫 这种摇辫的东西 是很难控制的 你像再去重复 这个东西 也是很难烧出来的 对 同样的 恐怕永远烧不出来 对 所以你看了 当年还有记录的 他就讲他这个 在这个位上的时候 曾经发了他 两千多银子 四年的这个奉路 明按照他的要求做 发了四年的奉路 那做好奖不奖啊 奖励三年的 没有 他也有奖励 他就讲那个教评做得很好 他说 那个教评前面还得就很高兴 就写了一首诗词给他 他是怎么说的 我记得前面有两句 就是说 这个官乳称名品 新品质更佳 就是你现在做的东西 比那个官乳的 那个乳乳还好 他讲 这个唐英听得非常高兴 精神鼓励 就是他得到这个诗语 就连夜就跑到锦德镇来 就在御药厂 就叫这个工家们 做词词 写在那个词词上面 就是不给奉路 写手诗 对 估计是同时发生的 不给奉路写手诗 那乾隆还有什么好的宝贝玩意儿吗 你给我们介绍介绍 乾隆有个非常好的那种 右上踩的那个转心瓶 它的工艺是非常好的 老师说到乾隆转精瓶 那我们来看看长什么样 小杜 小杜 在呢 乾隆转心瓶长什么样 转心瓶 是指中心部位能转动的瓶子 由外瓶和内瓶套在一起组成 唐鹰他自己很专业 他写了陶冶图说 陶冶图说就是二十五法里面 就是讲整个陶瓶的制作过程 从那个月食 一直到烧灶的 整个完整的一个过程 等于就是一个工业化的一种程序 把它记录下来了 这也是不得了的东西 所以唐鹰在这个整个吉德镇 杜陶的期间 他是把这个中国的陶瓶的 这个工艺啊 应该是推到了一个极致了 对 他到吉德镇 在做这个杜陶关 二十多年时间了 他回到老家 好像是两年以后 他就拼过了 那他等于是一辈子都在请的 对 他所谓的房间时代 这有那个经历重备的时候 他说的一件事 这就是择一业终一生 对 可能全世界各地 自己都会制作 也可以做得非常好 可是我觉得从行业的这种深度 跟专业上来讲 我想所有人都会追根到这 那这根在哪呢 这曹瓷的根可能就在景德镇 所以现在年轻人 很多艺术家 他们来这来做工作室 来这学习 全世界都来 我觉得这跟他的这个根有关系 对 是被他的艺术这个吸引来的 他们觉得很神奇的一片土地 这种人家说那个魂 对 所以一个地方啊 这个今天申报世界遗产也好 成为世界遗产地也好 我总结到往往都有三个必要的条件 第一个条件 就这地方历史上一定是辉煌过的 如果他没有辉煌过 就没有一个今天可以讲的故事 没有这些可以展示的东西 第二个条件就是近代 他一定会是衰落过的 他不是一直辉煌 一直辉煌就不断地改造不断改造 历史东西就往往留得很少 第三个就是今天会有人把它发掘 弘扬出来 这样呢他再牵辉煌 景德镇就符合这三条 极起几落 所以留下了很多 确实是这样的 景德镇如果是没有过去的辉煌的话 就是我们再怎么发掘 也是无能为力的 过去的辉煌啊 你就惦记了景德镇的未来 所以他的生意应该很快成功 这回在线辉煌 特别世界一才 瓷器制造那么多道工序 其实有的人就在一道工序 他一直呢在认真的研究 然后把它做得很精细 用景德镇的话说 就一个人一件事一辈子 接下来咱们也实践实践 每个人选一个工序 咱们也尝试尝试 好 折叶终一生 这是陆圈采矿的一只 这就是一